社交媒體Facebook計劃在今個月開始 停用引起安全和私隱爭議的人面識別系統 不再在相片和影片中自動辨別用家 同時也會刪除10億用戶的識別樣板 郭威夷報道 Facebook在大約10年前開始用人面識別系統 用戶可以在設定的界面 自己選擇是否使用 目前超過三分之一的活躍用戶 已經啟用人面識別系統 當用戶上載相片或者影片到社交網站的時候 這個系統會自動掃描他們的樣子 被標記的人會收到通知 公司說權衡這一款識別軟件 涉及的道德爭議越來越多 加上監管機構還未提供明確規則來管理 決定未來幾個星期關閉人面識別系統 不再自動識別相片和影片中的人 同時會刪除超過10億用戶的個人面部識別樣板 預計下個月可以完成 但公司就鼓勵用戶手動標記相片裏面的朋友 有關措施也會影響 專為視像人士而設的自動替代文本技術 即是利用人工智能提供圖像描述 在身指引下不再為視像用戶識別相中人 只是會通知相片裏面的人數 公司又說如果人面識別系統用得其所 仍然是驗證身份的有效工具 不排除會在其他產品上使用 包括是影相眼鏡等等 未來會請外部專家繼續研究相關技術 人面識別系統近年在零售商、醫院和其他企業興起 雖然說是安全考量 但輿論就認為將監視正常化是有損私隱 Facebook在2015年被美國伊利諾伊州 大約160萬個用戶提出集體訴訟 涉嫌未經同意收集生物特徵 Facebook同意支付一共6億5000萬美元和解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